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小叶二十七,来自湖北,客服,有请小叶 小张二十五,来自河南,人事招聘,有请小张 欢迎两位啊 这个,河南的你是,对吧 对 湖北的,对吧 对 现在两个人生活在深圳 对 这位是你的什么人 亲女友 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肯定是求复合 我跟她认识,也是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我见她第一眼,第一感觉也是挺好的 因为我真的从来没谈过女朋友 初恋 对啊,就是初恋嘛,所以才让我这么难忘 这么难忘啊 刚刚是我向她表白过,她不同意 你是怎么表白的,她不同意 说朋友玫瑰花,九十九多的 她可能觉得我当时要玩啊 你跟她认识了多久,手捧了九十九朵玫瑰花去找她呀 十五天,半个月 哦 认识时间还太短,我感觉她不是认真的 哦,你当时怎么说的呀 做我女朋友吧 然后你说什么呀 再等等吧 再等等吧 后来啊,我又跟她表白过好几次 每个星期的星期天都表白 啊 那我很坚持的 后来怎么打动你了 后来也就是因为一些事情也打动我了 不过也因为她工作的事情到之后又白白了 不是,什么叫因为一些事情打动了你 后来又因为工作的事情白白了 因为甚至老下雨嘛 然后那天下得特别大 然后她去公司接我了 接我了,然后感觉啊 一个人在外面能有个人这么对我 还挺好的 然后后来就因为她做销售的嘛 我不喜欢做销售的人 因为我就是个老实人 做销售都油嘴滑舌那种 你怎么觉得做销售油嘴滑舌 这个不对 对这个印象 那她是卖房子的 反正你不喜欢 对我不喜欢做销售的人 卖房子的 对啊 我们家啊 是做家具 就是买房之后 房子装修嘛 买家具啊 做一把这个床 这些都是需要的 然后我高中毕业之后 没读大学 因为我也不想靠家里啊 我这来深圳做份销售 以后锻炼一下 以后回到家里帮助父母也好 当时我这么想的 我做销售 做房地产 然后呢 一边可以把房子卖给客户 一边呢 又可以把我们家的家具产品 推荐给客户 客户呢 也能拿到相应的折扣 这个不是挺好吗 多实在啊 你想法又踏实又有地气 她还是想靠家里 来提高自己的收入啊 你离开家 你就不能自己找一个 稳定的收入吗 你非得靠家里吗 哦 后来换了 对啊 换了一个文职工作 做客服的 做客服的 对 她做了文职之后 我感觉还行 然后我就让她去 跟我一起 报了一个身大 陪我一起去上课 哦 带着她去 学习去了是吗 对 去了吗 肯定去了呀 有问题是 你去了 你也不好上课 你去了 你去干啥来着 你去了 你去睡觉了 陪我去上课的 我之前跟你说过的 我这个很不爱学习 我自所以读完高中 没有继续读大学 我一听到老师讲课 我就要打课出来 这能挂我吗 后来就是因为 她换了工作 在雨中接你 然后又陪你一起 去读大学 所以你要同意 跟她交往 是这意思吗 对 那后来怎么又从 交往又变成了 前男友呢 她打游戏 有时候上课 不是睡觉就打游戏 下了班之后呢 也是去打游戏 你说你下了班之后 你不能给我发个短信 问候我一下 吃饭了没呀 睡觉了没呀 她只知道打游戏 打游戏 你能在游戏里面 你只能找到女朋友 还能找到啥呀 我就这点心血爱好啊 你看我每天下班 回来之后 上了一天班累了 对吧 我要休息一下吧 我先打几把游戏 打游戏之后 我还不是去找你了吗 你打游戏 那是游戏重要 还是我重要 那说明你现在打游戏 那还是游戏重要了 我得上了一天班之后 回来 我得先养尽虚略 在游戏里面 我能找回很多的存在感 找回很多的一个认同感 我才去追你 那你为什么要征服 你的游戏 不是征服我呢 征服你好难 征服你好难 哎呀 这小伙子是怕你了 而且主持人 你知道我不同意 做他女朋友 是因为他这边有一个 特别让我接触不了的 我一个女生 我都没有那么暧昧 他一个男的 他特别的自恋 他给自己的那个 微信网名下 他起了个叫 帅的无可救护 虽然你长得还行 但是你也没必要 自恋成这样吧 然后我们两个出去玩嘛 总是拍一张照片 他还把自己给弄得 男不男女不女的 我自己都没有弄 你一个大男人 你不觉得你这样行 我很可耻吗 我怎么就可耻了呢 那张照片 你是有那种装的好不好 我是没有画装的 我把自己披一下 发朋友圈里 让朋友让家人来看一下 哎这是我女朋友 哎多般配啊 这不好 这不对啊 这 那你披的也披的太厉害了呀 那能挂我 相机就是那样子的 我本身就挂自己的 上屁啊就那样子了 对 真就挂自己了 哎 我相信你不会因为 他打打游戏啊 披个照片 你就要跟他分手吧 你们俩到底 因为什么而分手的 因为他跟我说过 他要回家发展 他也跟我说过 他来深圳 是来体验生活的 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 其实我觉得女生啊 如果你心里认为 他不是那个对的人 那他做任何事情 都不会对 我在想你 为什么会几次地拒绝他 但是呢 你又没有决绝地拒绝 你说再等等 深圳这个城市 其实是太多的外来的人 然后在这个城市里 去工作 去奔忙 寂寞 孤单 想去寻找一个依靠 这是很正常的一种反应 我相信可能在你生活当中 没有这么一个男人出来 但是他出现了 他其实是在这个时间点 是弥补了你的空虚的 他又的确 真不是你心里想要的那个人 不爱学习 你试图去改变 要拉着他一起陪你去学习 他做了 你说你不喜欢他的职业销售 那他换了 换成了客户 你又觉得他不伤劲 就连他唯一的爱好 打游戏你都要剥夺 你在试图改造 把他改造成一个 你希望的那个人 所以 姑娘 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人 不可能通过改造 另外一个人去变成他 他不是你想要的人 你就勇敢地告诉他 否则这小伙子 他会很纠结 小伙子在对待感情当中 表示出极度的不自信 不自信 就以为自己能把外表修饰了 帅了就可以赢得女孩的芳心吗 通过换工作就能得到他吗 没有 恰恰你的不自信 更加使他反感 他需要一个依靠 和你的不自信 造成了他的不安全 而你又不是他想要的那个人 他也无法把你改造成那个人 分手是注定 断了吧 你走你的路 踏过他的生活 你们完全是两类人 就这样 徐总说 男生在这段情感中 是不自信的 我更想说的是 女生在这段情感中 是自卑的 其实 一个人 他的家世的好坏 应该不会影响 我们是否和他接触 而我们自己去判断 一个人是否适合自己 看的是他本人 你生怕说 将来真的嫁入这样一个人家 可能会被他们家人看不上 或者他不能为你的家庭做更多 但其实这都是你一种 自卑在作祟 当一个成熟男人 真正爱你 接纳你的时候 他是有能力呵护你 我当时觉得在这段感情中 这个小伙子是勇敢的 他敢于表达爱 敢于去付出 愿意去调整和改变 而你的心门始终是关着的 你整场的表现都非常的淡定 这份淡定其实不是从容 是你的心对感情是关上的 如果你真的打开心门 也许会发现 他其实没有那么讨厌 他其实没有那么不上进 他其实没有你想象的 那么不能承担你们未来的生活 但我觉得可能 女生没有打开心门的核心原因 还是不够爱 男生我觉得你回到家乡 回到父母身边 应该在此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回去了 也许更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回去了也许发现 这段感情结束就结束了 也许发现真的是很爱他 你可以拿你的成熟和担当 回头来找他 所以今天的分开 是为了各自以后更幸福的生活 我希望你们都能遇见 更好的自己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